海巡署东部分属日前在台平溪北岸 举办了107年联合区域搜救及复合式灾害演练 结合各单位一起进行演练 希望在不幸有意外发生时 可以在最短时间之内启动救援机制 把损害给降到最低 空情队的直升机不断在爱际来回盘旋 与地面的海巡及消防人员一同合作 拯救溺水的民众 这次海巡署为了因应先前花莲赏金船 以及台东交通船失火等多起海上灾难事件 所进行的演练 共动员了7个单位 以石兵演练的方式 模拟海上的暗季可能会发生的意外 那我们这次演练针对我们 这个有关船舶传难事件的救援 以及这个游污污染波上的组织 以及落水人员的救助的这个三大主轴 来实施演练 那我们希望借由这次演练 来提升我们海巡人员 面对状况应处的能力 那也强化我们在各有军单位之间的 支援的协调指挥统合 能够在状况发生的时候 能够迅速的动员 人员机具跟船舰来实施救援 来降低整体灾害的水 演练的当天海巡状况非常不佳 但参与演习的官兵仍是努力完成任务 非常值得赞许 海巡署也呼吁民众 近期东北季风来临 海边常出现强劲的风力及长浪 欲从事海边相关活动的民众 务必注意自身的安全 若发现有民众落水或需要任何援助时 请立刻拨打118的服务专线 海巡人员将立即的赶赴救援 记者陈济玲台东市报导